珠寶跟藝術結合會是怎樣的作品呢 有一位藝術家 他特別喜歡古董時尚珠寶的風格 和設計 因此他將珠寶搭配繪畫 結合成超現實畫作 有一些則是寫上一首詩 登天超現實的想像 最特別的是 珠寶既是創作的一部分 也可以取下來佩戴 沒有畫任何的表情 因為我覺得現在人都是 過著心思走肉的生活 然後我把這個別人 特別藏在這個波濤秀人的海浪裡面 那只有這個人嘴巴是開的 他好像吐了一個什麼東西出來 所以有一點想法就是 蛇顫連花的意思 可是你還是在一個 很混亂的世界裡面 那這個眼睛就是 冷漠地看著這一切 以極為悉尼的筆觸 勾勒出像是服飾會的海浪 從一件作品延伸創作 藝術家何思彭的九件作品中 還常常出現骷顱頭 其實為什麼我一直畫骷顱頭 其實我知道 我想要 也不能說推翻每個人的想法 因為骷顱頭 大家可能直覺就是很害怕 代表死亡 可是你仔細想 我們每個人頭上 都頂了一個骷顱頭 那為什麼我們會害怕 明明身上自己 每個人都有的東西 狂野超現實的風格 與華麗精緻的珠寶相呼應 何思彭在大學時 就開始收藏時尚珠寶 而各展中還特別展出 以人臉 樹 愛心 以及獅子為主題的 古董珠寶收藏 其實時尚珠寶呢 因為它是叫Costum Jewelry Costum Jewelry 基本上是搭配服裝的 那Costum Jewelry 比較好玩的就是 因為它沒有受到 貴重材質的限制 所以它就可以天馬行空的 可以做各式各樣的 不同的造型 到後面 他們可能可能發覺 我既然不用受到保濕的限制 我可以越玩越多 我可以用塑膠的 我可以用玻璃的 我可以用壓克力 我可以 他們可以畫一個彩色 所以它的豐富性 就已經勝過貴重珠寶了 一束花 一個櫥櫃 或是一顆心 盒子棚的繪畫作品 搭配古董珠寶 裡頭藏著許多巧思 等待你慢慢發現